想要对他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告诉他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想要帮帮你 反过来说 我刚好有这个 我们要不要一起啊 你有订阅 你有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并且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好啦 又来到我们的Q&A时间 谢谢大家留言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题目 要怎么样对双鱼男 常常为了一些小事 就生闷气 让我觉得很难搞 双鱼座在爱情里面 他容易想很多 他的想太多 不是他无中生有的想哦 像双鱼座每天喜欢白日梦那些 完全不一样 在感情里面 双鱼座想太多是有依据的 比如说 今天你怎么突然穿裙子 穿得很短呢 为什么今天我们吵架了 但是你回家反而是很开心呢 昨天你去跟那个谁谁谁吃饭 为什么那个拍照的手 很像男生的手呢 双鱼其实就是情抱怨 在感情上 他的叠战能力非常的强 他在一些小小的细节里面看到 跟你表现的不一样的状况 他就会猜疑想太多 所以这方面呢 可能你也要反省 是不是有些事情没有跟他讲 或者两个人之间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但是你有点大喇喇 没有解释清楚 导致双鱼心里面想太多呢 这方面的沟通互动 如果你多注意一点 可能会减少他在那边生闷气的状况 再加上双鱼座在感情里面 尤其是稳定的感情里面 他是开不起玩笑的 他是说一是一 你说什么他就怎么理解的人 有时候双鱼在低气压低潮期 或者说做事情工作 有压力的状况下 你本来是想要让他开心 然后跟他开一个无伤大牙的玩笑 双鱼座可能就会生闷气想说 你不觉得我现在是很低潮期吗 开这种玩笑 你是不是很无聊啊 他就会认真较真起来了 这方面我相信 如果你多在意他一点 多理解他一点 反正你就是想要让他开心吗 何不就多包容他一点呢 双鱼呢 真的是对另外一般要求高一点 尤其是你有没有理解他 你有没有在他需要你的时候 给他对的情绪 这一点对他来说是非常关键的 很显然 你们现在就是在磨合期 不要担心太多 磨合期就是透过这些小小的事件 去了解对方 然后达成默契 你们的感情就会越来越长久了 好 最后一题 摩羯座的脆弱是什么呢 很干脆利落 摩羯不想要告诉你的一个问题 其实摩羯最大的脆弱就是他好强 他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他觉得其实我如果努力之后 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好 但为什么没有呢 摩羯座在这个自我批判和自我苛责的过程中忽略了一点 就是所有的努力 所有的能力都是需要时间去淬炼和累积的 摩羯某方面来说也算是极了 这就是摩羯脆弱的部分 我做了 但是还是不够好 这一点你有发现吗 摩羯座的第二个脆弱就是容易有挫折感 他们的完美主义的这种自我要求太高了 这种自我要求高 但是又需要时间累积 他又等不及 那么这个急躁之下很容易被骗 很容易因为某些漏洞而做不好 要求高 完美主义 所以挫折感很强 自己又不愿意妥协 在这些不切实际的自我要求状况下 其实摩羯座很容易自己一个人在家就萎靡不振 不想要跟人聊天 然后默默地去琢磨自己 回想这些负能量是如何产生的 然后就陷入一个焦虑和负能量的漩涡 这个脆弱如果别人简单地为他说一句 其实你做得很好 不要急 我可以帮你的忙 这一切都可以放下了 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 只要你给他稍微一点点的动能 摩羯座就可以重新去把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整理一次之后重新站起来 最后一个摩羯的脆弱是什么呢 就是需要被爱而说不出口 摩羯的面子就是他只想让你看到他站在神坛上 无所不能的样子 而他心里面多愁善感的 空虚的脆弱的样子 不想要让你看到 所以当我们想要爱护摩羯 想要对他好的时候 千万不要告诉他 我知道你很难过 我想要帮帮你 反过来说 我刚好有这个 我们要不要一起啊 或者说我们出去走一走 其实我想要让你陪我啊 反过来让他感觉你需要他 或者说你刚好有这个分享给他 不知不觉解决了他内心的空虚和疑虑焦虑的时候 摩羯座的脆弱很快就被治愈了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摩羯座的第一个脆弱就是自责 不想要让大家知道自己不够好 第二个就是挫折感太强 常常陷入负面情绪 第三个就是需要爱而说不出口 了解了这三点 你就可以给摩羯最好的陪伴哦 以上呢就是针对大家留言的解答 大家还有其他的疑问和想法吗 或者说分享你生活里面的关于星座啊 关于你自己心情的喜怒哀乐 都欢迎大家留言在下面 也许你的留言我们就会提出来 跟大家在荧幕上一起讨论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